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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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 今天是6月6日 我们首先看看近10天的资金流和成交金额 我们看到 不用看下面这边 我只是看这边 突然之间它涌上去 这天是因为5月31日 MSCI它换班 变了有部份很多的股票 它是被动息的基金 是被动息的基金 是要那天去买入的 所以就成为这样 有2千多亿 字眼跟着之后 刹烂之后就归于平值 就去到这样了 这次是3月1日 1日子 3月1日子 2日子 2日子 2日子